请问自己的努力打一个分值 从零到十分之间 你的分数是多少 三号 你的分值最低 本轮出局的是你 这会进入五场之门 近几年来 在东亚各国兴起的死亡体验服务 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和关注 参与者们通过模拟下葬后的情境 来出发思考 有人觉得这种体验让他反思人生 收获颇丰 也有人觉得这种体验毫无意义 只是商业噱头 我这次来到上海 就是要去往一家叫做醒来的死亡体验馆 去一探究竟 在出发前的调研中 我得知上海的这家死亡体验馆 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游戏环节 参与者们需要先在两难困境的设定下 去讨论道德 本能 亲情 爱情等人生命题 并向他人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决定 然而在每一轮讨论中 都会有一个人的表态 不被大家认可而出局 出局者将进入肉体体验死后世界的困境 我很好奇 一群活得好好的人坐在一起 讨论两难困境 跟死亡体验有什么关系 一个人到真的领终的那一刻 再来探讨生死学 探讨死亡 其实是有一点不切实际的 但是活着的人反而是需要这样的 不能说教育 但最少是启发 其实现代社会就是把人不喜欢的 所有一切屏蔽掉 你不再会看到自己的大便 你不再会看到一个人的尸体 你不会看到那些脏乱差的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东西 死亡是让大家不舒服的 但是死亡不仅仅是肉体的 一定还有社会的 它的灵魂的 其实更像是精神巨大的崩塌和丧尸感 它是无力的 所以我们讨论的可能更像是 你怎么应对丧尸 你怎么应对你人生中的诸多选择 在三七看来 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失去 或无能为力的境遇 都是一次次微小的死亡体验 所以在两难困境中做出选择 直面自己的得失 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刻反思 而这种反思 就是死亡教育的目的 然而 都是什么样的人需要死亡教育呢 和我一起参加这次死亡体验的六个人中 有一个参与者的经历非常特殊 她的孩子在四年前患上癌症去世 就一开始的时候 她是很活蹦乱跳 直到后来从她开始不会走 然后肿瘤转移到大脑上 然后眼睛都闭不上 她已经等于就是不会动 她也不会叫 也不会哭 也不会闹 就是看着她一点一点一点 越来越不好 然后直到就死亡 佳梅是来自上海郊区农村的一个年轻妈妈 在她原本的人生计划里 结婚生子 把自己全部的爱和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那时候我一滴眼泪都没掉 没哭 就真的哭的时候是 她去火化那天 就她要被推进去的那一刹那 因为本来就觉得她还在那边 至少我还是拥有她的嘛 但是你一旦推进去以后 我就知道就是没有了 孩子去世后 家梅和丈夫离了婚 至今也没有再要小孩 像我们这样的人 已经进入了生命的一种摆动 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就是你身上已经没有压力 没有负担了 一般人不就觉得 我没有压力 我就可以活得很开心吗 但其实你真的到了这个阶段 你就会发现 你整个人就等于跟死了 没什么差别 因为你没有任何生机了 你们好 如果来到醒来死亡体验馆 你即将在这里开始一段 出生入死的旅程 好 大家依次在您实验墙上 按一下手印 然后我们依次进入下一个空间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空间 叫念成 念成的意思是念德的成案 然后在这个桌子上呢 有其他投标器 大家认识一下 然后按一下后面键以后呢 就会出现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是在这场游戏中的 我们的一个变化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下一个空间 是生花 生命之花的意思 是我们游戏的一个主空间 在这个泛着绿光的空间里 我 家梅 还有几位素未谋面的体验者 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醒来死亡体验馆 我是主持人 三清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空间里 共同学习生命的课题 一起经历一段 同生共死的旅程 请讲讲这样一个情境 你是一个反恐抢队的队长 在突击行动中 抓获了一名恐怖分子 你们确知证明恐怖分子 已经在被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 安放了一枚炸弹 一旦爆炸 伤亡至少数以百机 唯一能够逼迫恐怖分子 开口的方式 就是折磨她无辜的两岁女儿 请从我投票器回复 折磨还是放弃 我没有思考就选择了放弃 一个两岁的女孩 她的人生不应该为她这个父亲担责 我不觉得一个女儿可以限制她 作为女的来讲 而且我也是个妈妈 就是感情来讲的话 直接就是个放弃 但选择折磨的人 也说出了非常充分的理由 因为数量上来讲 我确实想要伤害降到最少 我就不折磨小朋友 我才能够挽救 属于百机的生命 这也是不得已把揮之入的 可能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欺骗这个罪犯吧 就是说正在对她的孩子 在进行优戏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操作 我觉得我们怎么没有一个人 是从内心彻彻底底的 就是这样的 不是我不能以报是报名 想追加一条题 给所有选择放弃的人 请问如果在爆炸的区域里 有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你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吗 我坚持一开始就 面对这个情况做的决定吧 你这种折磨家人这种 我肯定会反眠 肯定是以你的家人为重 我还是坚持放弃 因为家人跟数以百机的 你的脑袋还是 我听懂 你身边看着你的家人 二十一百机的人一起想 是不是对吧 是这样我以为 家美显得心不在焉 也许与她经历过的现实相比 这种没有切身之痛的讨论 太过于行为上了 那你这应该是选择折磨对吧 折磨 那就是改变就是吧 现在你应该对其他人的观点 有了一些初步影响 我们进入投票关节 现在都会有机场 将进来发送 你最不认同的人的号码 得票最高的人将会是 本轮的淘汰者 被淘汰者必须独自 穿越黑暗的无常之门 去迎接肉体 与社会身份等 双丑死亡 比起两难困境 要淘汰别人的选择 对于我来说更加困难 因为每个人的选择 我都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 去理解 在这一门的感觉中 获得反对票最多的人是 7号 7号 请你站到场地中间来 我想请投票选择7号的人 简单陈述一下 你为什么要选择他 前后的表述 心不带焉 没有坚定的选择 是大家淘汰他的理由 不好意思 7号 记留在场地中央 将你身上的号码 盘和头标记留在座位上 准备进入如常之门 将没被淘汰 我们觉得很淘汰 她可能是我们之中 最了解死亡构成的人 我们做走了这场游戏中的 第一位淘汰者 她可以说是属于大家本能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继续探讨一下 本能到底是什么 眼下 身处在这个空间里的人 形成了一个随机 但却真实了下手本 在这里 你可能会遇到 我原无辜的喜爱 也可能会遭遇到 毫无保留的恶意 尽管不理此说 属于孩子本本能 所以不因为你觉得 就是没有人有儿子 仅凭本能就去判断一个人 即使是在游戏里 这对我来说也十分困难 不过我开始渐渐明白了 在这个浓缩了人生的游戏里 所有的冲突与困境 都会被无限放大 现在我们要面临的 是人类直觉中的恶意 最理性的人 也许最不被人喜欢 这和现实中的情况 有些相似 不过 三七仍然给了我们一次 表达善意的机会 四个人转回了座椅 但这份善意却也有代价 二号的选择 看起来轻松且坚定 毕竟这只是一场游戏而已 但如果这是在真正的生死面前 他还会这么选择呢 本轮是一个最为沉痛的环节 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我会现在将描述一个人从患病到灵中 为经历的八个阶段 如果这些情况真的发生在你父母身上 你能坚持多久 第一个阶段 在治疗开始时 情况往往比较轻微 经历的父母需要有人陪护的第一阶段 和意识开始模糊的第二阶段 我在父母无法自领 恳求不要继续治疗的第三阶段选择了放弃 但是提问还在继续 看来人人还有人在坚持 每次进食都成为巨大的折磨 治愈的希望就已经非常低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无法用原来表达自己 只会用眼神看着你 你会选择放弃吗 到这一轮为止 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放弃 那我们就问一下 第一轮就选择放弃的五号 你们的考虑又是什么呢 人到了最后失去尊严 最大的原因来自于 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结束而已 不是说我必须给他活着 我已经没有这个需要了 在第一轮就放弃的五号 似乎面对亲情时非常理性 如果把庭幕中的父母 换成你们的孩子 你还可以做同样的选择吗 如果孩子想要放弃 我是肯定没有这么一定放弃的 在父母和孩子当中 这是很残忍的一道现实问题 当你有了自己的孩子 基本上我们的体育感情的天平 一定是请教孩子绝大我们的人 包括我们也是 六号你坚持到了第四个阶段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我知道就是说 严重变得很痛 是确实是非常痛苦 可能就是很痛苦 要想会整天多长麻烦 会有这样的想法 当时他还没有到最后的地步 我有一个非常残忍的问题给你 请问当你的父母身处在 最大的痛苦之中 这份坚持到底是你的需要更多 还是他们的真实意愿 你能分得清楚吗 由于无法表达清楚到底是出于自己的愿望 还是从尊重父母的角度来做出决定 六号在这局被多数人投票 选为最应该学习死亡的人 接下来我们开始探讨爱情和现实 讨论进行到这儿 我有些迷茫 这些道德困境难题 有时候好像需要我用理性来做决定 有时候又好像跟理性无关 现实人生里的难题 更不是简单地坚持或放弃所能概括的 于是在这一轮的投票环节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选择自己 我们讲的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 把自己置于一种人 某种程度上算到这个困境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变性的很强的 通过我所有的感性理性 我最后做出的这个决策 也不一定是我真正会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 会做出的那种选择 所以我觉得就 差不多到此为止也可以了 但我的自杀行为并没有成功 因为五号没有坚定的决定 这次他被淘汰出局了 在这一轮 三七让我们写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三样财富 我分别写下了爱情 家庭 独立 现在请从这三秒钟删除你的 因为它 你的生命可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完满 我删掉了爱情 再删除一个 独立 你聊到最后的内容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 家庭就是主要还是父母吧 他们付出很多换取了你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你的考验来了 请在内心深处诚实地问问自己 你为自己最重要的财富 付出了多少努力 请为自己的努力达一个分值 我只达了一分 三号 你的分值最低 本轮出局的是你 我们虽然都能一起来评判你的行动力 但不许对你而言 可以认真想一想 你为自己最重要的财富 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我突然意识到 在之前的几轮游戏中 我害怕淘汰别人 因为不喜欢两男困境而投死自己 是因为我对沉重的事情是逃避的 就像我认为父母 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却没有太多行动上的浮出 这里什么也看不见 三七说 这个通道象征着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而家没告诉我 相比起两男困境的讨论 他更喜欢这个肉身体验死亡的环节 走出来以后 是让你躺一个 真的像焚尸炉那种 黑进去以后 火啊烤着你 就是让你觉得 真的就像死了一样 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所有你身边的 比如说你父母 你小孩 其实都是跟你没关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 整个人就真的是彻底放下 就是彻底醒来 我觉得 我们对生命最初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印象的 但是当你有了选择 其实像是生命重新开始的一个标志点 等到所有人都醒来之后 三七给我们每个人写了一个关键词 关键词呢 是我从旁观者的角度给到大家的 你们在游戏中这样的一生以世里 所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特质 被大家用本能淘汰的二号 拿到的关键词是大圣 你是有一点点游戏的性质的 不会有那么多的权核 这其实是大圣身上非常天真的那一面 但是在社会性的方面它就是有所缺失的 你也必须要证实这一点 在游戏中非常有主见的五号 拿到的关键词是菜刀 虽然菜刀大部分时间只是切菜 它很异常 就像你的很多考虑一样 它非常现实 但是它每一个决断都是干脆的 是利落的 所以我希望你这把菜刀将来能够继续地锋理下去 我已经是奴 你害怕我这个菜刀伤到别人 而我拿到的关键词是奴马 骑进一跃不能使步 奴马是驾功夫还不舍 奴马是那种跑得不快的马 你身上有一种食草动物的特质 就是首先你没有太多工夫心 但是你又是非常取谬的 要真的改变你的想法其实也很难 能够走屏幕地往前走 对你来讲我相信应该已经不容易 甚至是应该很挣扎的事情了 我觉得三七说得挺准的 这个词是我今天在体验馆中短暂一生的弄的词 也许也会是我今后人生中要面对的一个词 加美没有等到她的关键词就先离开了 但她说她已经不需要这个关键词了 可能我经历过一个人的从生到死的每一天 然后我又经历过我自己这个心从死再到从生的一个过程 我反倒现在觉得我比别人更好 如果我的小孩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在的话 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农村人 就是你们所能看到农村人所有的样子 我以前我也不会打扮 我也不会化妆 但现在我也会去看画剧啊听音乐剧 舞蹈我也没尝试过 我就想尝试一下 虽然我知道我跳不好 只有等你真的死过以后 你才知道怎么去活 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身边 可能我失去的是孩子 你应该做什么呀今天 但是归还我的是我自己是一个孩子的状态 我送我的飞机我也看到了 死亡 我觉得就是重生嘛 为什么跟我说 我去搭噢 你处理我 我来找到不小孩 我这都不能咬死 你了 我来看 为啥